小心四妹抓着你 不会 四妹不会抓我 四妹也好像甜甜的 像是小姑给的糖一样 说起糖 苏三妹还没有吃完呢 苏三妹从怀里拿出纸包打开 拿糖给赵氏 娘 你吃 赵氏猝不及防被感动 她费力忍住 你这孩子 娘吃什么糖 你快自己吃吧 嗯 我想娘吃 吃了补身体 苏三妹把糖塞进赵氏嘴巴 然后就起身 拿了尿布去洗尿布了 赵氏含着糖 眼泪还是流下了脸颊 四妹啊 老天爷对娘可真是好啊 让娘遇到了你们爹爹 有了你们这么懂事的孩子 娘一定要好好养身体 看着你们长大 嫁好人 苏小鹿认真地看着赵氏 对她笑起来 一定会的 等她长大点 会为家里做出贡献 这么好的三姐姐 她会亲自张眼 为三姐姐挑个凉配 被照尸包好 苏小鹿就开始睡觉 现在还是个小婴儿的她 还是乖乖睡觉吧 四妹真乖 乖乖睡吧 娘给你爹爹 你哥哥姐姐做衣服 苏三妹洗完尿布的功夫 鸡肉就顿熟了 随着天色渐渐暗了 苏三郎看着挖好的大半亩地 心里有满满的成就感 冲哥 华哥 今天的活干完了 咱们回家做饭吃去 苏虫和苏华立马眼露金光 顿时就撒牙子跑下去 顿鸡的香味 他们早就闻到了 可香可香了呢 疑似要下宰的兔子 还没动静 但她已经拔下了 自己的许多毛垫了草 其他兔子吃着青草 也精神得很 养个三五天 绝对没问题 苏三郎准备把地都饭完后 再去镇里卖着几只兔子 到时候 顺便买一些菜种回来撒地里 饭熟了 三个孩子早就迫不及待了 每人都得了三块鸡肉后 三个人都端着碗 慢慢地吃着 这鱼锅里还有的 仨孩子看都不看一眼 如此好的皮性 苏三郎安慰又心疼 二娘 快尝尝 孩子们吃得可香呢